土地牆陣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累計是有三點七萬多人死亡 還有搜救全訓職 不過相關的團隊 還是努力地搜救 近期是陸續有受困的民眾 被救了出來 而相較之下 比土耳其更加艱困的敘利亞 是因為政治問題 造成國際援助難以進入 不過敘國總統已經同意了 聯合國可以經由土地邊境 把物資送到反對派的控制地區 來拯救更多民眾 僅僅握著救難隊員的手 躺在單架上準備送醫 這名十三歲的青少年 在土耳其重災區哈塔伊省 埋了一百八十二小時後 奇蹟獲救 現場人員忍不住掌聲歡呼 土緒強震已造成好幾萬人喪命 儘管國際救難隊已經慢慢撤離 許多搜救行動卻還沒有放棄 陸續找到不少生還者 不過就算各界援助不斷湧入災區 長期保受內戰鎖苦的敘利亞 災民卻難以分配到充足的資源 周一與聯合國官員會面後 敘利亞總統阿塞德 已同意給予聯合國三個月的時間 透過土續邊界加開的兩條通道 加上原本使用的人道走廊 一共三條通道 運送物資到反對派佔領的北部區域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期望 緊急糧食援助能獲擊土續兩國 超過三十萬的災民 總統阿塞德 土耳其就在現場則傳出墨西哥搜救犬 殉職的消息 墨西哥搜救隊這次共出動的十六隻 搜救犬參與任務 其中一隻在進行搜救時 不禁被倒塌的殘骸 押注而罹難 隊員在當地為他舉行告別式 連續呼喊三次名字 象徵他已經完成的任務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